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紹 今天為大家的研究中 傳言類的客人是 今天為大家說 是批我貴財的方種批 方種批也把 是共識客人 以從事也會入籽皮液 和太皮肌有過沉穿的 演我國立 無論古典作詞 也算流行演我的邊境 也等於有過好的作品 也要在貿易度天壤 和天使鏡來批我 也不是會得獎 今天以為臺富國社 故有傳統轉失的邊境 也要為大家研究中 傳言類的最佳邊境人數 都會有發力 364時就開始創作邊境 方種批說 平坑出場的同年 特批賞夫 特批後世 出場的表現出 作賞夫人的體質 他穿上去的話 他整個人的狀態 表現出來的外在就不一樣 那我覺得配樂就是這樣 要保留他原有的精神 而不是給他穿上一個衣服 連人長什麼樣子都看不出來了 但我們還知道他是誰 然後他在展現出他的不同的風格 所以這樣也比較不會模糊了 他們本來的精神 我那整個編曲 基本上只是在配合他們的唱 但是真正最精彩的是 他們唱完以後 我就開始狂飆出來了 所以他唱完那句 我就用大提琴去 把整個壓抑的情緒 用大提琴把它拉 展現出來 所以他們就會寫字幕在下面 看了字幕就恍然打悟這樣 可是我很喜歡幫客家的戲做配樂 你知道會勝過現在的偶像劇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的客家戲 因為他保有了傳統 又保有了現代 然後又保有一些故事 又保有民族性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那個音樂 可以玩的範圍很大 不像偶像劇 工作室底度的家裡 表演的三種批的作品 其中本一次都有六六月 非常感動的年紀 是水色轉型和柯黑記 當中醫的作品 方總批 勝共用英國 引操出欺騙的氣氛 除了在平安兩月 由一創有的TV 方總批要緊創作 台鐵琴轉型 希望觀眾 從東京都要緊創作 從東京都要緊創作 電視監獄 從東京都要緊創作 在平安兩月 指出了 三個月 自己的電視監獲